大家好,這裡是Muji 今天呢,我們要回來玩Quest 那我們就直接從上一個進度開始 我們上次好像說要去雷諾瓦先生的房間吧 這邊也調查一下 有一些小品,壁爐 可是我還是想要先試一處逛逛 鎖著,為什麼鎖著 好像看到什麼東西在緩緩的移動 我們之前有看到 鎖著,我偏偏不小心去 我想要去試一處逛一下 是這一間房間啊 那樓下是書房 我試試看,都鎖著 奇怪,莫名其妙的 喔,我這路頭裡面要藏一把鑰匙 拿不到 真的拿不到 喔,拿到 如果我先去我的房間,有關係嗎 先去好了 其實,我房間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帶呢 衣櫃,被移動了 完全看不懂,是用來做什麼用的東西 我並不記得,衣櫃後面有這個 對啊 書櫃放著研究精靈的各種筆記 不管怎樣,反正我們都進來了 我還是要調查一遍 好,看來真的沒什麼重要的東西 好,看來真的沒什麼重要的東西 我再一次對菲特 葛雷恩感到佩服 只是當我仔細翻越後 我發現這次的研究並沒有以往來的詳細 甚至忽略掉了以往會討論到的危險程度 實施風險等等 但假如,我弄不是研究者 我想是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哪裡有問題 回頭翻越菲特 葛雷恩過去的研究 我才開始發現不對勁 他在七年前的研究根本都是廢子 完全無法稱得上是研究 沒有一份是審核過的正式論文 而且還陪他極力隱藏著 使大家根本沒有發現 讓他曾經是獨木的五隻 喔,不是曾經 大概現在也是依然如此 我猜測他開始 我猜測他這些突然冒出來的研究 詮釋出自同一個人代彼 而且這個人似乎已經開始對他不滿了 我看得出他文筆的變化 尤其是在深魔法的研究裡 就讓我覺得 我應該過去被羅菲特給了恩財星 他藏著什麼 也許就是他求盡的那位天才 也不一定 蛤? 一些與文法相關的研究論文 我記得這裡會放備用鑰匙 有了 哇 哇 得到秋秋跟書房的鑰匙 論文 論文 是不是某篇論文的前言 雷諾瓦先生的東西 真的四處亂丟呢 菲特 欸這個是像啊 等等等等我想從上開始看 這是什麼呢 菲特 我重生魔法之研究論文的審核源 發現不如往常的瑕疵 特意拜訪 到此處 卻發現無一活人 連他本人 與他忠誠的僕人們 始於載體之內 恐龍見證此事 此事包含本人 一共四位巫師與一位魔女 下 鑒於葛雷 葛蘭雷諾瓦手術 我們幾個人分聘調查了此事 包含菲特的宅底每個角落 以及活下來的僕人們 我們暫時證實 菲特確實做得出代筆軟禁等 並魔法研究學家感到羞恥之事 而實際研究學者是一名叫做 克利施朵 舒瓦刺的魔女 克利施朵目前相當不明 雖然沒有證據指出是否 他殺了菲特 但他極可能是兇手 不過他並沒有殺害一般僕人 判斷其能具有理智 也許朵隆其來活下來也不一定 喔難怪那個魔女是跟我們主角名字是一樣的 搞不好真的有關係呢 看不懂 日耳曼文 為什麼 呃 他的房間這麼紫色 還蠻好看的 我們先去書房好了 之後再去秋秋的房間 文件在旁邊而已 怎麼變這麼短 文件被翻得亂七八糟的 我記得雷諾瓦先生除了研究外 還負責保管消毀具危險性質的魔法 看來很有可能和之前一樣 有人想從這裡偷偷什麼 重生魔法 研究論文第一次審核的成員 負責人葛蘭 審核員亞當 審核員阿奇伯爾 我就不全唸了 太長了 重生魔法災藥 本研究深入探討魔法的永生 不管是魔法師還是人類 生命總有到盡頭的一天 如何延續生命 並不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 跳出是微邏輯 齒從中魔法是以靈魂作為基礎 生物與生物間意識形態的轉移 且而可以連同魔力一起轉移 哇這麼厲害 感覺過來的人似乎很熟悉這裡 對阿 因為他好像知道 要從哪裡找東西那樣子 不過不管怎樣啦 很多要調查 不是重要的文件 重生魔法的改良 修正重生魔法後 用不將魔力一同轉移 並修正成可以回歸至原本身體的魔法 是指修正其咒語 僅能將意識附在生物上 且也能回到原本的身體裡 但有一點必須注意 若是意識被附在的生物所吞噬 極可能無法回到原本的身體裡 或使用這個魔法的時候 請務必對小動物使用 自想加修正 也可在小動物附上 身上附上會說話的魔法 非常方便 我知道這個 雷諾娜先生很喜歡用這個魔法 畢之小動物 只是 為什麼要翻這些支柳呢 好 就大致看一下 重生魔法 簡言之 就是意識與魔力的轉移 其線向內視與附身 因此 又將重點的兩人 稱為附身者 與被附身者 而為了更不容易搞混 以下如此稱呼 附身者即是施法者 而被附身者稱為祭品 哦 了解 重生魔法的漏洞 重生魔法 最大的漏洞就是 轉移者一旦離開自己的身體 轉移到他人身上 自己的身體就會死去 而重生魔法 並不能使用在死人的身上 也就是說 使用這個魔法 是完全沒有後悔的餘定 哇 這些文件 都和重生魔法有關 應該就是這個 應該就是在這個魔 應該就是在這個魔法 什麼意思 雖然是第一次挑這種魔法 但總覺得很熟悉 這邊的抽屜好像放著什麼 哦 還有什麼 鑰匙圈 哇賽 得到好多鑰匙啊 還有什麼東西呢 果然還是得要稍微 可以 掉塔止息點 而且這裡可以插入把手 我要插入啦 是要這個 不是 小型把手呢 可以 嚇一跳 欸 沒想到這裡還有一個密室呢 裡面會不會放著什麼重要的東西呢 用範文寫的信 我只看得懂一句 取魔法過於危險 原稿已經毀掉了 從封口 掉塔的桌面 重生魔法的漏洞 重生魔法是可以將靈魂連同魔力轉移到其他活物身上的魔法 但不是直接性的取代轉移生物的意識 很會被其意識所覆蓋 反倒被祭品給吞噬 祭品更因此獲得了轉移者的魔力 原稿上其實有記載 這是種順我的筆拼 展覽之下 施發者較具有優勢 一開始能控制祭品的身體 但畢竟終究不是自己的身體 所以祭品有極高的機率會把轉移者的意識吸收 儘管可能某些行為受到施發者的改變而影響不大 抽屜需要密碼 沒關係 雷諾娜先生的話一定用生日什麼的 我想想 我不曉得 一定是秋秋的生日 打開了原來他自己幫我打開了 抽屜裡放著一幅畫 畫上有一男一女常穿著奇怪的服裝 髮型也很特別 那位看上去 鹹熟優雅的女人 她的面貌還秋秋十分相似 假如我想的美春的話 那是秋秋原本的模樣 而正在他身旁的黑色長髮的男人 他身穿一身藍色滑服 眼睛細細長長的 好像有在那裡看過 果然和那個綠色頭髮的男人長得很像 那不就是他定義嗎 牆上掛著雷諾娜先生的 魔法委員 為優秀審核員的證明 不敢欄上全是關於論文修正的排程 只是那些論文似乎並非雷諾娜先生所著作的 寫著魔法咒語的黑板 書櫃裡放著各種論文 上頭的作者似乎只有 菲特與克利斯多兩個人 這本書只有自己寫字呢 我從沒有寫過日記這種東西 但突然決定寫寫看 不過這些一天應該也不算是日記吧 就把它當作是遺言好了 反正我等等是要去 做會使人的事情 誰看到都好 假如是個好人的話 就請繼續度下去吧 我的名字叫克利斯多 今年23歲 成為菲特的奴隸已經十年了 沒錯 我是那個男人的奴隸 我生長在普通的家庭 我比一般的小孩還要聰明 而且我還會模仿 更能看到精靈 對我的父母來說 我是個奇怪的小孩 或者說是魔鬼也不一定 所以我最後才成為了菲特這個男人的努力 他限制住我的魔力 然後利用我天生的魔法 才能來替他研究魔法 滿足他在魔法師世界的虛榮心 我給了他研究 身亡 但我不想把我的一輩子全都給他 我想和我的愛人 逃離這裡 逃離魔法 所以打算 偷偷離去 他發現了我們的計畫 就像我們要逃走的那天晚上 我遲遲等 等著等 來的只是一顆頭顱 我恨死他了 於是刻意在重生魔法的研究上 刪除掉一些很重要的地方 我知道有個 常寫信和我討論研究的那個人 會發現不對勁 他會過來 我寫的這些就是想告訴你 葛蘭雷諾瓦先生 我希望你可以把我的研究全部證明 這可能會花上你好一段時間 因為我最後又是要剩了一些研究 當然你也可以不用這麼做 全部燒了還是站為其余有 都無所謂 是你的話 這些東西給你也沒關係 因為你大概 是我這一輩子交過的唯一朋友 哪怕我們從來都沒見過 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應該就和你看到的 才想到的差不多了 我覺得 還是不要亂猜好了 在原稿上有提及一段 施法者與季平互相同意 並且施法者先讓身體的一部分給轉移 那麼施法者並有很高的機率轉移成功 也是依舊保留 但似乎這個魔法沒有成功 一切只是停在理論之上 這邊不然之需量還蠻大的 現在劇情我們先不要亂猜 我們先繼續看下去 好好好 手把也帶走 對阿帶走就不見了 那我們去秋秋的房間 很普通的劑子 秋秋的衣服總是粉紅色的 哨把 聞到葡萄酒的味道 這個好像是在研究要怎麼拔水 變成葡萄酒的藥水 喝著這個能看到精靈 但我並不需要 食譜 衣服的設計圖 秋秋的家鄉的書 各種顏色的布 櫃子 一直不太懂 為什麼秋秋和雷諾瓦先生的房間 都是雙人床 難道他們的睡象都不太好嗎 仿殺雞 這個好像可以放音樂 啊 我們又要放啊 我很怕引來什麼東西欸 現在 還在放嗎 這些樂器 家裡好像都有呢 抱歉 原來是一樣的 我們不會也是要去找這些樂器 之後再敲一遍吧 因為我沒有戴耳機 所以 他後面這一段 我 聽得 沒有很清楚 一些不知名的藥物 不要亂動的好 好 先 不管 我們先去客房 之後再去閣樓 最後呢 再去看那些樂器 擺設 擺設 變了 又是 一樣的機器 衣櫃 床 披風 始終 發出第一大聲 裡面 好像有什麼東西 有一個凹槽 大小時候和剛剛那個房間的櫃子一樣 凹槽 蛤 什麼凹槽 哪個房間 我不懂 我是不是弄掉了什麼 凹槽 剛剛的房間 剛剛我們是逛秋秋的房間 可是 我是沒有看到什麼凹槽啊 我覺得我一定弄掉什麼東西 還是那個雷洛瓦先生呢 因為我剛剛是沒有全部調查 好像沒有啊 好吧 不管我們 直接到閣樓 那 那個凹槽 等等 啊 是令牌嗎 是不是令牌 我試試看好了 真的耶 剛好呢 我獲得了銀智鑰匙 拉瓦先生的披風 帶著好了 根據他一定沒事 角度到時候 看他會合 就可以給他了 銀智鑰匙 我要令牌卡住了 銀智鑰匙 可能是廁所或浴室 好 那 我們先去閣樓 之後我們再往下走 裡面有什麼呢 打火石 白色的話 那個門還在這 有效的話 我們可以再回來拿 我看可能要全部再 調查一遍 可能會比較好吧 因為他有些 因為他的東西 並不是有 提示的 像剛剛那個打火石 我也是想說問一下 結果 他就有調查到 所以我們還是仔細一點 可能會比較好 是派對的邀請函 誰說是派對 但其實就是 交魔法師 聚集在一起 互相交易 手邊保護的場合 就這樣 喜怒哀樂 最北邊的極光 最赤眼的陽光 收藏 收藏起西洋的余灰 這麼多應該已經沒有意義了 但我突然起了好奇心 第一次 把這種東西 當成 魔法的材料 效果意外的好 第二次 我把一個戴著 紅色帽子的男子 的欲望丟進藥中 幾乎爆炸了 解回一條命 我琢磨這樣如何實驗 最後跑去 偷了一條可以展開 防護魔法的黑斗篷 結果我只用了三次 披風就毀了 看來必須去黑市找東西了 希望能找到 要交易的東西 這誰寫的啊 怎麼覺得 怪怪的 我覺得我們女主角 肯定有問題 欸 啊 這個我們 等等再來 我覺得那個就是 又要插把手的 設置 是我的錯覺嗎 總覺得 衣服的位置 好像改變了 好像吧 我不記得 怎麼有一本小說 丟在這裡呢 我記得 這裡應該不是放這個的 裡頭還夾著書籤 我正麥莉莉 拿著少保掃地 不然門鈴的聲音響起 打開門一瞧 是個穿著斗篷的男人 看起來就十分危險 舒西 你在做什麼 還不趕快讓客人進來 主人十分粗魯的對我吼著 我雖然對這個男人有所顧忌 但也只好按照他的話 拿著男人脫下了斗篷 將男人帶到了迎賓室中 才剛帶他入座 我又被出了的趕去泡茶 我到廚房棄場 看主人的態度 拿上好的點心 卻沒錯 蹲著茶和點心 我走到迎賓室的門口 看見那兩個老男人相還炫歡 然後那鬼陰的男人 從中掏出了什麼給主人 而主人把錢 偷偷塞進了他的袖子裡 非常詭異 他們是會做了什麼交易 什麼交易啊 總覺得這些事情等等都會發生 普通的湖 普通的湖 兩個人是會在做什麼交易 之前好像不是這樣的 還是 本來就是這樣 我有點忘記啊 好 那我們直接到樓上去 試試看那個把手吧 這應該不是不能使用 來 可以了 我不曉得 會怎麼樣嗎 看那許這星星 往下看可以看到有什麼東西在移動 哦 這樣走呢 有什麼意思嗎 對啊 太黑了我也看不到 好吧 今天就這樣 不曉得 因為我不曉得左右邊 因為他左右邊轉 啊好好好 他還是要堅持把把手帶著 那這個等等在 研究 我們先去浴室或是廁所 使用那個銀智鑰匙 我就很怕 我就要走一走 會看到什麼東西 因為真的太暗 哦 打開了 廁所 騎袖台 馬桶 廁紙 哇 什麼都沒有嗎 或許 浴室可以開 啊不行了 那 那 我打開這裡 有什麼意義 可以用這個 欸 測紙可以燒嗎 不行啊 小心把手 哇 我完全不知道要幹什麼 那我們 哦 剛剛的那個聲音 我的鼓棒 我不記得 我可能等一下要回去重聽一遍 什麼也沒發生 蛤還要把它放回去 我不能拿著嗎 好啦 等 大家等我一下我去聽一遍 好的 各位我回來了 呃 要稍微聽得比較仔細一點 因為它這個四個鼓的聲音 都有點微妙的不一樣 那我一開始聽到的是先 竖琴 呃 大提琴 之後 這個 欸 這個嗎 之後 嘿 等一下那我想一下 那 就這個 就在一個很大聲的鼓聲 最後這個 那 最後的那一段音樂的是莫莉花 因為我聲音開始比較小聲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私底下聽 應該是這樣子 欸 有聲音了 好像 聽到什麼奇怪的聲音 好 呃 鼓棒是不是要放回去 等一下它一定要叫我放回鼓棒 奇怪的聲音 從哪裡傳出來 廁所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應該是廁所 好像 沒有 那我為什麼要開這個啊 我不太懂 那 它的房間呢 沒有東西 接下來就是客房 欸客房應該也不用回去了 客房 還是我們直接倒我上去 就是那個把秀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也只是要把秀跟打火匙可以使用 其他都沒有東西可以使用 開笑 有什麼變化嗎 沒有 不好意思 各位 它有開個門 因為 真的有點暗 我沒有看到 真的是 真的是 四處調查吧 奇怪的球 會發出融合的光 融合如月光般的光芒 櫃子放著許多葫蘆 不知道裡面放了什麼藥 不要亂拿的好 這裡有一些藥水 空瓶子 跟特殊的湯勺 沒必要的話 不要亂拿比較好 都不能拿嗎 對啊這怎麼空出來 我也覺得好奇怪 感覺就是有東西放在那邊才對 我 小巴 寫著一些用的配方的書 抽屜什麼也沒有 抽屜裡有很多便條紙呢 你這傢伙又在給我裡頭認了什麼 藥水竟然變成紫蘭社的 親愛的姐姐大人 我就是在幫你啊 小萊 給我交代裡 給我交代裡頭 到底放了什麼 怎麼會有腐蝕的效果 我放了絕望進去 不管你放了什麼 下去回來的時候 都給我 下去回來的時候 給我處理掉 這個是呢 讓你暫時不能用魔法藥水呢 你至少留一點吧 這個應該秋秋跟他弟弟吧 我們兩個是做了什麼東西啊 剛剛的便條紙 這個藥水似乎可以讓你暫時不能使用魔法的樣子 乃至這個的話 應該比身上的匕首也有用吧 但是這個有腐蝕性 能用手 哇 剛剛有什麼瓶子 這個瓶子 這個瓶子可以 應該沒有問題 OKOK 他去裝 小心的 慢慢來 這個蓋子 想要不要壓到這裡 就不可以一出來 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壓在這裡 就可以直接潑向敵人了 好 那我們拿這個藥水 不曉得能做什麼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呢 也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裡唷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 吧 сейчас 它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